邱医师以前经常跟大家讲说喝咖啡的好处 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很多有关喝咖啡好处的一些影片 一些文章 简单来讲喝咖啡就是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 减少退化性疾病 失智的风险 可以降低癌症的发生率 对死亡率的降低也是有好处的 但是大家讲了很多咖啡的好处 到底喝咖啡有没有什么坏事 邱医师有帮大家找了一下资料 不过看到的都是大同小异 就是说喝咖啡的坏处就是会失眠心悸 甚至喝到焦虑 还有就是胃酸分泌会比较多 胃子倒腻有症状加剧 大概就是在讲这些 可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都不是这些东西 我今天要跟他讲的是一个 没有被注意到的喝咖啡的坏处 会使你的胆固醇身高 LDR增加 健康加财富 知足就是福 我很爱喝咖啡 我每天大概三杯黑咖啡 所以我以前常讲一句话 我说每天三杯黑咖啡 养生健康又减肥 邱医师常常自己咽血 做健康检查 我就发现说 我有时候我咽血的报告当中 胆固醇会偏高 那最近更夸张了 最近胆固醇不但增加 连LDR都增加 那我这次在想说奇怪了 我饮食很注意 我蔬菜水果也吃很多 然后动物性的脂肪 我也尽量少一点 但是这样子注意底下 怎么血中胆固醇还是偏高呢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我咖啡喝的比较多 最近就看到一个资料说 咖啡有分两种 一种是有过滤的咖啡 用氯脂过滤的 一种是没有过滤的咖啡 有报告显示说 有过滤的咖啡 它比较不会使胆固醇增加 没有过滤的咖啡 喝多了以后 的确是有可能使胆固醇升高 我把找到的一些医学论文 放在说明栏这边 大家有兴趣可以点进去看 我也把每篇文章的重点 也写在下面 最近更有一篇研究发现说 如果每天饮用六杯 这种所谓的用糊去煮的咖啡 四个礼拜以后 你血中胆固醇会上升8.1% LDR会上升9.5% 而且发现说 如果是喝过滤的咖啡 对血脂的影响就没有这么明显 这个发现可大条了 为了证实这个所言不虚 我从5月1号以后 我就决定说 我从5月1号 所有的喝的咖啡 全部都用过滤式的咖啡 我自己亲身试验了 其他条件完全维持原状不变 饮食运动都维持原状 没有特别的去变化 只有一个就是咖啡的 获得的方式 增加了一个过滤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看看我的一个月之后 我血中胆固醇 跟我的LDR有没有降低的可能 大家拭目以待 为什么咖啡会使血中的胆固醇 跟LDR增加 根据邱医师找到这些论文的研究 发现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咖啡当中的成分 不是只有大家想得到的 咖啡因 绿原酸这些东西而已 咖啡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二铁 那这二铁成分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咖啡醇 叫Caphistal 另外一个叫咖啡豆醇 叫Cavio 这两个成分 这两个成分 在咖啡醇是脂溶性的成分 我们刚刚讲的咖啡因 跟绿原酸是水溶性的 水溶性的成分 如果你用氯子把它过滤之后 它会跟着水掉下去 所以这个绿原酸的好处 你是可以获取的 但是这个脂溶性的成分 它不会溶解在水中 是以微小油滴的方式 悬浮在咖啡当中 所以用氯子去过滤之后 就可以把大多数的 咖啡醇跟咖啡豆醇 过滤出来 你就不会喝到这样的东西 根据这个医学的分析研究 发现说如果一杯咖啡里面 含有两毫克的咖啡醇 你用氯子一过滤以后 下面的滤过去的 大概只剩下0.1毫克 也就是只剩下5% 会过滤到下沉的咖啡水当中 所以可以把95%的咖啡醇 把它过滤掉 为什么咖啡醇跟咖啡豆醇 会使血中的胆固醇升高 主要还是因为咖啡醇的关系 咖啡豆醇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那这个咖啡醇 对我们身体脂肪代谢 产生三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 它会抑制肝脏内细胞胆酸的合成 肝脏当中有一个酶 叫做CYP7A1 在肝脏细胞当中 是把胆固醇转变成胆酸 从胆囊当中分泌出去以后 帮助我们脂肪的消化 咖啡醇会抑制这个酶 这个酶一旦被抑制以后 胆固醇在肝脏当中 就没有办法转变成胆酸 所以肝脏细胞当中的胆固醇 就会增加 年代的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也会升高 这就是胆固醇升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咖啡醇会抑制肝脏细胞 表面的LDL受体 也就是不让肝脏去抓取血液当中的LDL 抑制住肝脏吸收LDL的作用以后 血液当中的LDL当然就会增加 它还会促进VLDL的合成 然后进一步再转变成LDL 所以两个作用之下 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跟LDL就会升高 第三个就是影响到DNA里面的基因 我们知道我们人有染色体面 染色体里面就是DNA的螺旋结构 这个螺旋结构当中就有片段的基因 里面有些基因会被咖啡醇把它抑制 这个基因叫做FxR跟PxR 那这种核受体的基因被抑制以后 它就影响到胆固醇跟胆酸的代谢 然后改变了脂質的平衡 如何避免这种坏处 我要喝咖啡 我要享受咖啡的好处 可是我不希望它来影响我的胆固醇 如果你没有升高 那我给你拍拍手 那如果你像邱医师这样喝酒了 喝多了咖啡以后 好像胆固醇有比正常高一点的时候 你就要想办法来避免喝咖啡的坏处 而获取喝咖啡的好处 所以刚刚有提过 咖啡醇跟咖啡豆醇 它是以小油滴的形式悬浮在咖啡当中 而且它可以被滤脂过滤掉95% 所以我们喝咖啡的时候就用滤脂先把它过滤一下 像邱医师在诊所喝咖啡跟在家里喝咖啡 我从5月1号开始就完全改成 这个所谓的滤挂式咖啡这样子 那但是因为我是煮好了咖啡再用滤脂去过滤 不像有的人是咖啡豆磨成粉之后 放在滤脂上用热水去冲泡 我觉得效果是一样的 我只是在机器那边先煮好了咖啡以后 再用滤脂过滤一道 跟你用咖啡粉过来热水冲 经过滤脂喝咖啡是一样的意思的 那这个滤脂为什么它可以把咖啡水过滤掉 因为这个咖啡的滤脂是用纤维做成的 它有微小的孔洞结构 那这个咖啡经过滤脂的时候 水溶性的物质会经过 但是悬浮在咖啡当中的小LD 会不会这个滤脂把它吸附下来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是不会浸到下沉的咖啡水当中 所以要避免喝咖啡影响到你的血液胆固醇跟LD 我觉得用滤脂过滤咖啡是一个有用的方法 所以我这个月当中都用这种方式来喝咖啡 我们就静待抽血的结果报告 我再跟大家分享 现在是5月9号 我还要继续喝21天 4周之后再跟大家看一下 邱医师的验血报告 是不是胆固醇有下降 如果胆固醇跟LD真的有下降 恢复正常的话 那就验证了这些医学研究 所告诉我们的 喝过滤的咖啡的确比较不会是胆固醇升高 好 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好我们下回再见哦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